法学之光 印象老赫 致敬赫施魏芳先生 许多年来 我们大家和这片土地上的人们 都已经习惯了赫施魏芳先生的存在 某种意义上 先生的名字已经成为常态性的正义存在 而常态的守正正是魏芳现象 2019年开年之初 加拿大人谢伦伯格被判死刑案 被魏芳先生关注 他与案件判决后连续数天发表评论 言辞激励直指该案审判严重违犯 上宋不加刑的刑事司法原则 以及该案在时间上 与华为孟晚舟事件 无种蹊跷的契合 先生言论剑指之处 是司法被赤裸裸政治化 而不是相反 先生痛心疾首之处 是该事件再一次对本意脆弱的司法独立 与司法公信力无可挽回的伤害 先生就谢伦伯格案的相关评论 玄机被国内外媒体和自媒体广泛传播 在官方和所谓主流媒体 歇斯底里 无原则点赞的时空里 先生局势欲发紧张了的理性发声 是寒冬里的一处星火 是混沌中的一股清流 在法治不张道 欲发令人沮丧的时候 先生首位方正之举 令人不至现绝望之地 先生关注谢伦伯格案 丝毫不令人诧异 每一个关心生民疾苦 关注中国法治的有识之士 都习惯于先生 对于人权不利 法治不张的习惯性意义 而先生与涅数宾案 持久而温情的因缘 更是被传为当代中国 法治大事录的一段佳话 2017年1月12日 贺一方的博客 发表了关于涅数宾案的 涅数宾案之国家赔偿问题为能 而这已经是先生 自2007年9月3日 在自己博客上 发文关注涅数宾案的 第16篇博文 时间跨度近十年 加上先生在其他场合 其他媒体 与其他途径 关注涅数宾案的文章言论 已达40篇次以上 涅数宾案浮出水面之后 十几年 先生就涅数宾案文章的题目 都足以谋篇成文 从探寻涅数宾案真相 公开涅数宾案材料 一二审判决书 继而就致河北高院长高永先生的一封信 在不停息关于涅数宾案的对话 他发出关于尽快启动涅数宾案 再审程序的呼吁书 先生身在石盒子 心忧石家庄的长鸣 谁来给涅数宾们喜悦 当涅数宾案翻案渺茫之时 早生华发的老贺 涅数宾案最高法院不可再推诿 十几年来 先生感叹着 我为什么九住涅数宾案不放 思考的是 涅数宾案迟到的正义问题 在秉承先辈 胡适先生 变圆棒白为第一天理的理念之下 关注涅数宾案的第一步进展 包括涅数宾案的国家赔偿问题 涅数宾案只是这些年来 先生关注的典型案件之一 其实那些年 那些事官卑微个体命运 又与这个国家与民族 在制度建构与法治推动关系 千万重的一个个案件 都曾与贺卫方的名字不无关系 他们是孙志刚案 刘雍案 张金柱案 李昌奎案 许庭案 何鹏案 赵作海案 胡歌吉勒图案 邓宇娇案 李庄案 刘雁文案 以及晚近时间的 加大人谢伦伯格案 其实这个名字还可以更长 2003年5月23日 先生与省魁等五位教授 就孙志刚案 联名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 提请启动特别调查程序 同年8月1日 随着城市流浪乞讨人员 收容遣送办法的废止 臭名昭著的收容遣送制度 被递称耻辱标签 送入坟墓 李庄先生深陷淋雨之前 先生与志为后来明造一时的 前非著名律师素媚平生 2009年末即后来 先生与志为前非著名律师 因成为被告人 才成为著名非律师的律师伪证罪案 发出题为痛心疾首的社论 向包括西南学界在内的重庆方面 发出最为尖锐的批评 李庄被非法判刑 举国担忧 先生请就李庄一案 就先后八次播客发文 声讨重庆打黑 及李庄案对国家法治破坏的恶劣影响 因许庭恶意取款 或无期引争议 先生则从许庭案反思中国司法改革 怀疑登玉交是不是一个假案 从张金柱案拷问死刑 批评赵作海案 当年法官 当年法院指定辩护律师是实习生 先生在伸张个别正义的案件之中 思考着国家信用与司法尊严 思考着国家信用与司法尊严 和中国法治应该怎样向前走的宏大目的 在美国 经过司法审查的案件 汗牛冲动 每一年仅被送达联邦最高法院的案件 也有一万件左右 而能够被最高法院挑选出来 并审理的案件少之又少 只有那些具有普遍性和根本性 或者对公民权利和国家常治久安 有重大影响的案件 才入得了九位老人的法眼 历史上经联邦最高法院司法审查过的案件 很多成为对美国社会生活 甚至是对全人类进步影响深远的经典案例 在我们这个国家的当下时代 中国最高法院最经典的作品 不是生产经典的案例 而是丢失精选的案卷 为时代会演实案 产生理性的 就是普世性的 典型案例不放的 为聂树斌们 变冤棒白的 是贺伟方和贺伟方们 贺时伟方先生 是一流的法学家 而先生成为现象 最主要则为 他是最具时代担当的 一流公共知识分子 人们可以从先生关注的公共事件 感受自由与正义的力量 也可以从先生激情肆意 充满理性的演讲中 享受思想的盛宴 更能从先生俊勇流畅的文字之中 接受逻辑的洗礼 1998年 南方周末 刊发贺伟方先生署名文章 复转军人进法院 一文激起千层浪 先生从司法的原理与理念 法官职业的专业性等方面 研制成理论证了 复转军人当法官的 弊端与危害 先生以反对复转军人进法院 史无前例的向全国人全面而正面 生动而动魄的上了一堂 现代法治思想课 从此 贺伟方与南方周末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 公共讨论的时代符号 先生也因此成为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形象代言人 中国青年杂志随后评选先生为 将影响二十一世纪中国的一百个青年人之一 贺师卫方先生 有中国大学最温和儒雅 谦逊的教授之美誉 对于事关公习良俗和世亲福祉的公共事件 他始终保持着持久而旺盛的公共使命 先生主张法官精英化 倡导律师职业化 反对法院的人民化 熟悉先生的人都折服于他的行为示范 宽以待人的儒者风范 也晓得先生眼里不容原则性问题之微臣 武汉大学法学院 周夜中论文抄袭事件发生后 先生公开自己的批评观点 重庆大黑风起云涌歇斯底里之际 先生公开发表至崇敬法律界的一封公开信 于谨责 先生无愧全球百大思想家的称号 曾几何 中国大学校园人气最旺 没有之一的讲坛 非贺氏卫方先生莫属 新千年之初的头十几年 数代大学生读着贺卫方的博文 听着贺卫方的讲座 自由的基因得以激活 思辨的闸门徐展打开 那时候 大江南北 江江内外 先生几乎去过 所有还说的过去的大学 而在过不去的时间 先生的公共演讲 依旧不断 不断马克河畔 他积阳文字 布洛尼亚法学家玄关下 他追思人类法学之传统 贝卡利亚故乡的草坪上 他坐而论道 布斯坦莫防风车旁 他唯唯讲述 德意志帝国动人的法治故事 他举卑论英雄 他言谈天地间 先生已然是当代中国最著名的演说家 何时为方先生 变才一流 风度翩翩 文才非然 在宪法有关出版自由规定 对一个法学家还切实有效的时候 先生驻作脱风 他用具体法治 法编鱼墨 四手联谈 和新波斯人信扎 作为运送正义的方式 其以超越比利牛斯山 而走向权力的时代 在中国法律教育之路上 他研究外国法治史 比较法律传统和比较法总论 他冲利美国学者论中国法律传统 美国法律词典和法律与革命 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之编译 先生在学术人生之中挥洒自如 先生在学术人生之中挥洒自如 而又能够分身有数 逍遥法外 截至2017年1月16日 10时45分 方心为爱的博客时代 先生的贺卫方博客 共发表论文945篇次 访问量23493778人次 粉丝1857597人 微博4631条的先生新浪微博 于2017年3月17日 17时45分 已不再微动 1788年 一本叫做联邦党人文集的小册子出版 以时洛阳只贵 1835年 法国学者托克威尔论美国的民主 在巴黎出版 欧洲的美国日 一时兴起 人类历史上 这些不同时期标顶史册的短篇文字 为人类的文明进步 贡献卓越 21世纪中国 对当代中国青年 思想进步产生 重要影响的 先生的文字 位列重要地位 我们 姑且已称为 卫方论中国 如今 尽管先生的名字 成为这个时代重要的 敏感词 而 经看入理 如先生之短篇文字 却以 无与伦比的生命力 活跃于 全世界的网络空间 卫方论中国 对当代青年 和当代中国 未来的正面影响 将超乎先生自己 和我们的想象 持久而垂远 历史学家杨安先生 赞其约 如在文明开化之国度 卫方先生 乃京市总统国家之大财 台湾大学 雄炳原教授 评价先生说 他是中国法学界 和社会的稀有动物 极其珍贵 对于先生 类似的评价 不胜枚 而在这新的 或为惊心动魄的 2019年 及未来 让我们一起 爱护我们 稀有 且极其珍贵的 赫世伟方先生吧 毕竟 在骂先生 才是主流的时代 先生在 希望就在 2019年 1月24日 对于 我们来说 小鹿 我来说 小鹿 舍贵的 小鹿 就在 小鹿